另外我们来看到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也就是FDA在23号的时候宣布了 辉瑞疫苗正式获得批准上市贩售 不再只是处于紧急使用授权的一个状态 那么美国各企业以及机关将会有更好的依据 可以要求员工要来施打疫苗 那么这个是美国第一个取得完整药证的新冠疫苗 可施打于16岁以上的民众 不过如果是12到15岁的青少年 还是需要透过EUA来打辉瑞疫苗 接下来镜头转回国内看到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就表示了要编列28亿的预算购买250万剂的疫苗 就是要为第三剂疫苗来预作准备 不过卫副部长陈时中他昨天是表示了 目前疫苗还是要由中央来统筹分配 即使是北市自行完成的购买 还是需要由中央来分配 不过柯文哲强调了他说28亿是预防性的预算 有需要就会按规定是实际的状况来采购 不是马上就去买 不过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学了 各个学校都在准备防疫的工作 那么成功大学 现在为了校园防疫就规定了 7000名的新生都需要拿PCR的阴性证明 才能够入学 也让新生只需要自费500元就能够检测 但是现在出现了预约检测 但是名额不足的一个问题 让新生就抱怨了 如果他们跑到其他的医院去检测的话 费用竟然高达了7倍之多 这个对学生来说经济负担非常重 9月15号国立成功大学准备迎接开学日 但校方规定只要是新生 通通都得拿PCR阴性证明才能入学 更佛心的方新生都想好了 只要预约到成达医院PCR检测 只要自费500块 但有学生怎么预约就是约不到 成大今年开学新生 包括研究所和大学部一共7000人 校方安排从7月21号开始连续7周 一周检测1000人 但却出现检测名额不足 如果学生自费到其他医院 费用恐怕暴增其倍 经济能力也不是说特别好 校方接到反应立即调整 增加检测天数 挂保证至少会让新生 最晚在开学的那一周 通通检测完毕 会来增加名额 让所有的学生在开学前 尽量都能够检查到 但大学老师打疫苗 却陷入空窗期 不像国中小和高中老师 被中央列入施打对象 根据年龄 大学老师恐怕最后 只剩高端可以打 9月即将要开学 出了新生防疫措施 大学老师们也希望 能够被列入专案 打到疫苗增加保护力 接下来来关章 台南报道 我今年5月中的时候 本土疫情爆发 其中差异馆的群聚事件 让万华是成了重灾区 北市也因此列管了 172家的茶艺馆兼饮酒店 5月13号开始 就是无限期的停业到现在 目前北市府就是预期 最快9月的时候 会让万华茶室复业 饮酒协会也抛出了梅花座消毒 装监视器等等的防疫措施 希望可以早日替阿公店洗刷污名 镜头闲熟练的招呼客人 万华茶叶停业三个月 何时副业 依然还是未知数 自5月爆发疫情以来 万华阿公店产成重始之地 茶街全面停业 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一间茶室每个月都要亏损三四十万 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家茶室倒闭 万华有几百个几千个家庭 因为这样子断垂 希望政府可以为我们发声 旧王图成之际 饮酒协会抛出多项防疫措施 其中包括梅花座及酒精消毒 另外更要求店家都要装上监视器 以便追踪顾客 来店的顾客也都要出示疫苗接种黄卡 万华阿公店展现副业决心 承诺未来一定会做到 北市府也承诺 将会协助万华茶街 除了替阿公店洗刷污名之外 也期盼让员工早日回复生计 记者吴俊宏 游涛 台北报道 偶尔受到疫情还有防疫政策的冲击 我们要看到是餐饮和零售业的业绩 是持续的衰退 那么经济部就公布了7月份 餐饮业的营业额426亿元 年减了38.8% 这个衰退幅度是史上次高 那么另外6月的39.9% 则是史上最大单月衰退 经济部就预估了8月衰退的幅度 可能还是会高达三成左右 那么另外7月零售业营业额是 3015亿元衰退的幅度也来到了10.3% 那么其中又是以百货公司 年减47.2%最大 另外我们来看到中央现在宣布了二级警戒 是要持续延长到9月 不过餐饮内容是稍微有一些调整了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是同住的家人的话 不需要再放隔板了 但是台中市还是维持原状 那么有民众就发现了不少的餐厅店家 他们使用的隔板其实是比较特殊一些的 像是有咖啡店 他们采用的是雾面的隔板 那么民众想要和坐在对面的人来聊天的话 其实根本是看不清楚对方的脸 也被笑称说这个根本就是朦胧美 走进咖啡店座位上的隔板很不一样 雾面隔板看起来好迷蒙 想跟对面的人聊天根本看不清楚 如果要讲话会是怎么样 少见的设计隔板照片被迫上网 有网友笑说朦胧美有一种神秘感 是自备马赛克 还有人说这是五爱红娘来电五十八 真的好浪漫 比较不方便吧 就是看不到对方的脸 因为完全没办法聊天的感觉 这个比较好 比较不会看到隔壁的在干嘛 特殊的隔板还不止这一种 不同于常见的透明压颗粒 有店家使用深咖啡色的隔板 或是这种材质较薄的塑胶片 方便拆除 除此之外还有店家安装 圆弧状隔板左右两侧和前方都能兼顾 各式各样的隔板五花八门 疫情趋缓中央日前宣布同住家人内用 不需使用隔板 但台中市仍维持原状 有餐厅认为如果要查证身份 确认是否为一家人会增加店家和客人的摩擦 不论如何店家只求疫情趋缓 别让隔板影响了客人的上门意愿 记者连家庆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暑假接近尾声了 加上疫情逐渐回稳的关系 所以开学的前一周 其实大家看到了好天气 还是忍不住想要出门玩一下 那么各地也开始涌入了观光的人愁 像是太鲁阁停车场是降载一半 但是还是有人找不到车位 他们就是直接停在了中恒公路旁边 另外像是雪碎往南也是塞成了一团 时数就只有40公里 中恒公路太鲁阁往天翔 一整排车动也不动 仔细一看不是塞车 而是全都停在路边 把红线当作停车阁 而真的停车场内也是乱成一团 疫情降温暑假 尾声旅游人潮就涌入花莲 太鲁阁国家公园依照防疫规定 停车场降载50% 但游客车流并没有减少 即使摆出三角锥拉红线 所有车辆仍然硬停在一旁 没有人在管理 要么就说刚刚不要让人家来玩 然后就开放 我觉得是这样 大家还是挺在旁边 就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限制 所以导致说大家就不来这边 民众抱怨根本本末导致 担心出现防疫破口 花莲警方也赶紧加派人力 在现场取缔 本大队文山小队 均加派前例 加强输导来维持交动的顺畅 宜兰也同样出现 报复性旅游潮 巫石港赏金团排队 人潮涌现 大人带着小孩登记出拳 几成一团 台北过来的 然后你们算是家族旅游吗 对对对 总共带到多少人 23个 20几位这样子 对带出来玩 带到赏金 两趟 两趟了 这下午还会预计几趟这样 两趟 游客涌入东部 就算星期一 雪岁南下也塞爆 时速降到40公里 郊西市区的土产店 观光客更是络绎不绝 开学前降级 离各地终于出现暑假气息 但病毒变化多 民众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林医生 刘己交 谢淑雅 宜兰花莲报道